11月25日,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对外宣布, 该院与企业联合研发的世界首台输出功率30瓦蓝激光手术设备, 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, 并投入临床使用,实现了国产重大医疗器械在半导体激光领域自研, 自制的重大突破,解决了激光治疗领域临门一角的难题。 据了解,蓝光半导体激光,简称蓝激光, 于20世纪90年代初,由科学家发现,于201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技创新蓝激光, 在临床应用上,相比其他激光,具有存在气化效果更快, 止血效果更好,对组织热损伤更小等优点。 我们把一个光,把用在社会当中的一个光的这样一个技术, 光的这样一个物理特性,把它转化成了能量了, 就是让蓝光除了照明和它的其他的作用以外, 我们让蓝光变得是一个能量可切割的一个能量, 所以它的突破就在于,我们把光经过了我们的专利技术, 把这个光不断锯,不断锯,锯到了一个能量的模块, 所以我们的真正的核心技术是我们研发的这个模块。 贺大林及其团队多年来致力于激光在泌尿系疾病诊治的研究, 基于医工结合的思路,他与企业合作, 开启蓝激光医疗设备研发之路, 经过五年不断科研公关和试验, 成功研发出世界首台30瓦蓝激光手术设备, 并于近日,成功对两名身患膀胀恶性肿瘤的病人, 进行了肿瘤整块弯除,目前患者已康复出院。 这一款蓝光的这个整个的研发的设备下来了, 我们感觉到未来的市场上, 我负责任的讲,应该是性价比最好的, 应该是性价比最好的, 因为它里面的整个的研发的过程, 有很多就是非常难以攻克的一些东西, 我们都国产化了, 所以呢,在未来市场应用当中, 我相信是一个性价比最好的激光设备。 下一步, 该研发团队将努力研发200瓦蓝激光设备, 同时将蓝激光设备逐步推广应用到消化科、 副科、耳鼻喉科等领域的疾病治疗, 并推进蓝激光技术培训和相关领域人才培养, 将设备推广应用到基层医疗机构造福更多患者。